东荒大大小小的门派四十多个 太玄门因和经久不衰 叶帆和姬子月为了逃避追杀 正好碰到太玄门收徒的日子 不得不就近躲在太玄门之中 之所以躲在太玄门之中 是因为大多数门派 不会进入太玄门去搜查 按照姬子月所说 太玄门鼎盛十七 足以位列东荒前一百位 属于少有的大势力 纵然是荒谷世家 也不愿轻易招惹太玄门 招数一次弟子报名人数都超过万人 足见太玄门的强大 但太玄门历史上也没出过大地 最高的修为也仅仅是一些大能 比如捉风曾经出过 新台二层天的大能 也仅仅是跟遥光圣地的太上长老 同归于迹 那太玄门究竟为何经久不衰 实力仅次于荒谷世家和一些圣地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要对遮天早期的战略 有一定的了解 在遮天早期中 先三斩刀的人都很少 南宫正先台二层天就能称为人族大能 各大圣主也就是先台二层天 也就是说先台二层天便基本无敌 只要太玄门出一个先二的人 就能再次强盛起来 其次是太玄门的根基太强 太玄门有108座主峰 每一座主峰都有一种传承 哪怕是一座主峰出现颓势 还有其他的主峰正在崛起 比如现在的太玄兴风在强盛中 也仅仅是排名前三的主峰 主峰已经没落几百年了 但同时因为李若瑜发现了主峰的传承 主峰就成了下一个可能崛起的主峰 第三是太玄门的真正传承从未间断过 太玄门有几种传说中的神秘古法 纵使圣帝与荒谷世家也很眼热 太玄门从来没有真正断过传承 太玄门每一座主峰都是一部天然经书 比如九密之一的接字密 可以数十倍提升战力 就藏在捉风的心法之中 捉风心法失传几百年都能重写 很难说其他的主峰没有高级的传承秘术 这也保证了纵然一些传承现出颓势 还有其他传承正在崛起 所以太玄门之所以始终一礼不倒 是因为其主峰多 传承多 人也多